她才小我兩歲 我覺得她太年輕了 就是說 就這樣子的方式離開我們 我會覺得 太不真實了 就像我講的 就是她一直留給我們 是這麼活潑 這麼開朗 這麼大笑 然後 就這麼活生生 這麼鮮明的一個人 然後你說突然間 就這樣不見了 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是覺得 不可能 就是我都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真的除非一直 真的是一直看到說爸爸的聲明 才覺得 OK 嗯 是 所以我們 我們公司 也決定我們節目在 接下來要做一集 很特別的就是 文藍老師的 的一個 整個專輯的介紹 那因為 這麼多年來 其實文藍老師介紹 明天的 開運的顏色 明天的 這個 開運的方向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 觀眾朋友 最喜歡的單元之一 對 大家 很多的觀眾 媽媽 是最招牌的 明天要穿紅色 穿藍色 穿什麼顏色 這個媽媽每天守著電視看完了 然後等孩子 下班回家 都會告訴孩子說 哦 文藍老師說 你明天要穿什麼穿什麼 其實都一直是 帶給觀眾朋友很多 這個 快樂的希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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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